14.76 17.76 15.76 15.76 15.76 5.76 1.76 5.75 它是我開行的 我剛剛就是交了兩個 這樣可以停車 超惡 好不好 有的選是 滿幸福的一件事情 鱼油 鱼 鱼 好 十點 二十二分 對 待會十點半跟Erica約聚文 今天是她第一堂 那她住在基隆的那個百富社區的 也哪有分 那我認識她一陣子了 大概有兩年應該有了吧 那以前都是買東西而已 但這次是學讀輪 所以會有八個小時比較緊密的接讀 好 到現場去 剛好 我們先在這邊好了 待會他們可能有小朋友要練 對 沒關係這邊先 如果這邊他們帶人太多會干擾的話 我們就到華獎橋 到時候再看你現在的樣子 就會發現你有進步 但是現在你會看起來很稠 對 對阿 往前推後腳再跟上去 腳痠了對不對 對 拉著那個福萊根的腳 對 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然後能夠繞一圈 對 對 對 就做這個動作 對 好 現在兩點十九分 好 第二個小時 那我是 現在讓他練能夠浮著欄杆黃 好 下課前 今天能夠浮著黃 就好 好 現在兩點四十一分 好 這個LINE先第一天 第二 第二小時結束 對阿板的目標是能夠 順著欄杆 能夠滑 如果能夠放手是更好 但是 沒辦法 沒關係 下禮拜再來 再來 再來繼續練 他很好心 他說要載我回去 因為他自己有一台 那個A1 應該是A2 A1加強版 但是電池沒有裝 他請我幫他裝電池 所以他待會兒載我回去 他說路不守車給我開 OK 晚一點我再來研究他那台怎麼裝電池 我現在在他車上 他去繳費 對阿 他說我開好了 我開才知道怎麼開 等他回來 好 我幫你都裝好 要不要閃到 這個角度失利很容易閃到腰 來 我們一樣一樣搬過去 我用滑的比較快 滑一台 搬過去再回來 午安 3點56分 等於是4點鐘了 今天 到辦公室就 我剛剛就交了兩個 一個是Eric 一個是賴先生 對 都是第一天 第一次 第一次總是比較難 就是要能夠習慣獨輪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讓他們去體會那獨輪的感覺 那待會兒泡咖啡再聊 先來改一張 這個是 呃 周先生 他剛剛我回來之後 他 聯絡說他要 他要一張 對 那因為現在還有時間 宅配來之前還可以 來得及 一杯 對 他人 知道 然後 你們 好 完成 趕宅配來之前 然後待會晚一點再來聊 我昨天不是有摔的 其實我覺得這某種程度是一種提醒 就是雖然有摔 可是沒有影響到我的活動 那讓我更謹慎去看 原來這種馬力小的 獨輪 也是會斷電 也是會斷電 所以不是說小就很安全 我反而是小你要注意說你不要超過他的能耐 晚點再聊 這樣可以停車 正確 然後4.36 肚子超餓 出來買東西 我跟他一模一樣 來一個蛋餅 一個蛋餅 生意好像是好事 它都集在一起 4點46 我今天等了一下 今天生意比較好 因為都集在一起 奶沛過來了 好晚安 6點50分 今天禮拜五 你可以禮拜要過了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今天有兩個教學 然後十點半就開始 十點半到十二點半 第二個我本來是約1點到3點 我想說中間我可以休息個半小時 應該還好 而且那個位置在那個 直排輪廠旁邊有個那種 類似遮雨孔 帳篷 對 那結果 我第一個是跟那個 Eric他從基隆來 從基隆來 其實我認識他一陣子 然後這次說要學他 他也是覺得說 他想要把這個技能學起來 有時候想要跑來跑去會比較方便 香 好 我對 我今天賣了一台 RF300 一位李先生住南投 他昨天晚上問了 我在猜他應該有做一些功課 所以他並沒有問我太多 東西 他就直接就定 然後我今天有請那個 翔全那邊出公 那早上我到辦公室 早點來 因為我十點半就 開始要教了 所以我為了這個 要處理這筆 這筆訂單我也是早 早一點到 我怕我一忙就忘了 I must admit to some x-ray the thoughts what I'd like to do to you so I guess I can see how bad it rhymes playing you for a fool so I pick up the bone dial your number 我今天就不配東西 因為我剛剛 肚子餓有出去一趟 來滑那個V10F 對 那我剛剛出去那一趟 我也在想我要滑哪一趟 因為那個S2我在充電 因為今天出去 出去 等於在外面滑了五個小時 我就想說 欸 V11跟V10F選哪一趟 V11滑是很舒服 然後比較高 可是它比較重 所以我要把它推到樓下去 再上街 我覺得還V10F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我出去就回來嘛 中間不會什麼停頓 對 所以我就選說速度可以快一點 然後又不要太重 就是V10F 其實讀輪你看那麼多種啊 那麼多種其實是 如果你不只一台的選擇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什麼狀況適合 適合什麼的輪子 那例如假設說 我要從這邊直接滑回家 我就會選V11 對 那如果我是要坐捷運 我會選擇滑板 也有時 但是如果說天氣沒什麼把握 有可能會下雨 我就會選擇Niber 1S2 對 就是不同的狀況 用不同的代步工具 而且我是覺得 有的選是蠻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早上因為 呃 我跟Eric約10點半嘛 那他10點半準時到 我也準時到 其實我交了 等於今天又交這兩個 等於我交了四位 交了四位 前面兩位 James跟Terry 他們兩個的進度非常接近 而且兩個很快就上手 幾乎兩個都同時在第一堂的結束的時候可以放手滑 那第二堂就可以開始繞圈 繞圈都沒問題 那那個James已經上了第三堂 很優秀 那個我放腳椎 三角椎讓他繞S啦 繞8啦 沒有問題 甚至是最後他還練了一下 提著獨輪滑滑看 可以 這表示他已經 重心各方面轉移都沒問題 所以這個James算學會了 然後禮拜天Terry會上第三堂 我想他也是差不多 是沒什麼問題 那今天交了這兩位呢 一個Eric 一個賴先生 他們兩個也蠻接近的 但是他們兩個就比前面慢一點點 慢一點點 那其實這很正常 不可能每個人都很快就學得會 有些人比較慢 但沒關係 你只要肯練一樣學得會 像那個James跟Terry他們兩節課 幾乎已經會了 幾乎 那因為我們有四堂課 所以沒有關係 那第一堂沒有那麼順利 沒關係我們第二堂 第二堂繼續練第一堂的事情 也沒有關係 那今天那個 因為我跟Eric比較熟 所以也蠻有趣 在練的過程中 兩個就會互相聊天 邊聊最近近況 對啊 就輪子 因為我就練他那個 教他那個畫圈嘛 畫圈 在講那邊畫 就邊聊天 邊聊天 其實我也是想要 讓他很自然的 學會了怎麼去控制 怎麼去控制那個輪子 但是呢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很多新手學不會 就是因為他的腳 沒辦法扣住那個獨輪 等下獨輪 獨輪歸獨輪 腳歸腳 所以有時候會開 有時候會合 那個獨輪沒辦法控制得很好 那今天他們這兩位 下午是一個賴先生 他們兩個很接近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 在教那個部分 還有就是 有些人比較能弄耐痛 有些人比較不行 啊獨輪出 剛開始腳在扣那個 頸骨這個地方 是會痛 所以可能滑兩下 就要休息一下 對啊 啊我就說沒關係 你覺得不舒服 不舒服就休息 覺得累渴什麼都可以 對 因為我是覺得 很重要一點是 不要受傷 不要受傷 在沒有受傷的狀況之下 依自己的能耐程度 我慢慢練都沒有關係 我在旁邊 我在旁邊就是負責幫他看 讓他安全 然後可以順順的滑就好 到第二堂的時候 因為腳會痠的嘛 我就跟他講 好那我們就改練那個 前後搖 然後扶著欄杆 滑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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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體會 對 啊能夠體會怎麼前進 啊怎麼樣停 怎麼樣轉身 這樣就可以了 好第一堂就是這樣 那下午那個賴先生也是 蠻有趣的是 因為兩個人要一起相處兩個小時嘛 總是會聊一聊最近 就是他是做什麼的啦 或者是 或者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問我 或我要問他 反正就是邊滑邊聊天 然後就可以知道一下 喔原來你是做這個行業 啊這麼特別 對啊 等於可以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 所以我覺得兩個小時 可以多認識一個人也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教學 對我來講其實我也很有幫助 對啊 下午這個賴先生 他十二點四十分就 十二點三十幾分就到了 那我本來是要休息 後來我看他到了 然後他已經 月月月律師要開始練 我就說好吧我們直接來 所以我中間 大概休息不到十分鐘 應該算沒休息 因為都是站著在聊天 所以我那個賴先生 是十二點四十開始練 然後練到那個太陽已經 已經變邪照了 對啊 後來我發現我好像有一點曬黑 雖然我包成那樣子喔 還是有曬到 今天我是也有一些 就是教他們兩個我發現 不同人教法真的不一樣 例如說 他們兩個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是滑一滑會累 比較會累 相對於Terry跟James兩個 他們這兩個比較會累 阿美拉西他累就累了 因為不是 不是每個人每天都在運動的 有些你久久沒運動 像你不要小看獨輪 獨輪有運動跟沒有運動的人 來練還真的有點差 你平常都沒有運動 你千萬不要抱著一個心態是 我來我第一堂就要立刻很厲害 不可能 因為你的那個肌耐力 要扣那個獨輪 然後要或者是在滑的過程中 可能要用一點點的平衡 核心 阿可能不要不足就不要容易累 總之我就覺得 滿好的啦 我大概就知道 原來遇到他們要怎麼教 因為他們會累 累怎麼辦 我就叫他們扶著欄杆前後晃 前後晃 晃這個動作其實也是在練習 讓你習慣這個獨輪上面的感覺 晃晃晃習慣之後就 扶著扶把往前滑 然後再回來 往前滑 阿去的時候是這一方向 回來的時候就變成這個方向 所以你兩邊都有練到 你去看他從剛開始摸到獨輪 到第一堂下課兩個小時之後 其實是真的有差別 可是他們自己在當下沒感覺 可是我在觀察的時候 從剛來連獨輪腳怎麼扣都不知道 那腳一踩在獨輪就倒下去了 然後到後來已經可以很自然的扣住獨輪 踩上去 然後浮著欄杆走來走去 這樣 阿這就是進步 對 可是跟他們想像的那種進步是不一樣的 可能我認為他們還要再一躺 對阿不同的人就是交法會不一樣 然後這個賴現在也蠻有趣 其實他已經有一台 他有一台A1 Plus 也就是說他是A1 然後當初他買的時候 可能他是買二手的 所以他前一手他有多買了一套電池 對阿 我還沒看電池長什麼樣子 對阿他多買了一套這個電池組 而且完全沒差耶 我說你這樣都完全沒差 你的電池有可能壞 因為他放一年多 對阿完全沒差 對阿完全沒差 A1的擴充電池組 充電器 變壓器的頭 電池 A1的電池 完全沒有用過 不知道有沒有電 我拿個電錶來量一下 3.6 不太妙啦 電壓量只有3.6 有可能 有可能他電池已經壞了 對因為電壓量只有3.6 那54伏的電 好沒關係 這個我明天 明天再來裝裝看 因為他這電池買來 然後放著都沒有換 沒有裝上去沒有充電 有可能已經過放掉了 然後我昨天阿 我不是有講說我 等於是有摔倒 因為壓太用力摔倒了 因為那個車子 A1的車他的那個 那個耐受度比較差 所以我輕輕壓而已 他就超過急速了 然後他就直接就倒車 但是我後來我在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種警惕 因為其實我越滑越熟之後 會容易越滑越快 對不對 然後我又一般的市區的路 我事實上是不太會去帶護具 除非我要去跑山 我爬山我才會帶護具 一般的市區路 我也覺得說我完全能夠掌控 所以基本上帶護具對我來講 反而是累贅而且沒有必要 因為我不會滑到那麼快 可是我所謂不會滑到那麼快 像我那天測V10F 其實看那個跑出來的速度 我最高曾經跑到39 當然他可以到40 所以我在跑的過程中 都沒有超過他的級速 所以他也沒有警告我 對 可是事實上我有曾經 那麼有一段時間 是很接近級速 但是我完全沒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滑起來好順喔 完全沒有感覺 那你去想像喔 如果 如果是在速度30 40 一樣發生斷電的話 那個會很嚴重 會很嚴重 所以讓 昨天弄一下我就覺得 我看到的人都要提醒你們 千萬不要嘗試去壓到級速 因為有時候很難說 有時候級速還沒有到 可是他的扭力已經到了 例如說什麼 爬山 你爬坡你已經壓到那個車子已經快不行了 我已經快不行了 雖然速度很慢啊 可是他照樣會斷電 斷電你就會趴下去 所以獨輪 不管是獨輪也好 滑板也好 甚至腳踏車 或者是我們走路 都有機會會跌倒 這一定的 這一定的 都有機會會跌倒 所以真的要專心 要專心 然後不要太想要去測級速 因為 例如說他可以滑40 那你滑30 滑25 如果順順地滑就好 你如果硬要去測級速 就有可能會危險 這一點要注意 我還是提醒你們 不管你們滑獨輪 滑滑板 或者滑那個滑板車 都一樣 尤其是滑板車 因為你們看 我很少推薦滑板車 因為滑板車 你如果吹到快 萬一一個不穩 他就是整個就撇下去了 對啊 要嘛就是撇下去 要嘛就是翻跟抖 他沒有比較安全 他只是比較好學 但沒有比較安全 好吧今天禮拜五 然後你們看影片禮拜天 週末一半 彩虹 他還在練 現在是第二個小時 不錯還在繞圈 OK